這份報告的確會是其中一個市場的焦點 其實大家可能很多人接觸不到這份報告 但簡單一點其實你看報告的標題 很多報紙都會有寫的 這份標題叫做再見中介人 就是你講的 就是為什麼他寫過這樣的標題 其實他們就是預視 今次的事件上 未來在中介人的整頓上會很厲害 就是中介人可能未來做不到生意 或者不讓他們亂拉客 會導致貴賓廳業務上收入 大幅剛才你講的 削三至五成左右 這個問題來了 中介人未來有一個整頓 代表著什麼整頓澳門博彩業 澳門博彩業的整頓是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很突如其來 其實也不是的 你只要做多一點功課 你想一下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九月份的時候為什麼那些豪賭股大跌 為什麼銀魚市連四十元都守不住 就是怕內地會有很多政策 去整頓澳門的博彩業 唯獨這次的變化就是 可能一個澳門太陽成一個比較大的中介人 無論如何走到澳門 就是走到內地上面開賭 導致轉變 你可以想到得如其來就是這件事 但是事實上本身這個板塊 就是有很多政策風險在那裡 現在看到情況開始轉差了 當然有一個恐慌性拋收 有機會壓下去了 但是只要你說其實不穿之前的低位 那些事情又未必有想像中那麼差的 所以又回到一個問題就是你有貨和無貨 是 無貨慶幸被割一劫 升到如火如紅又說到通關概念 是 但是上個星期五 還有又說那個牌照的審批可以延後審批 就是可以大家繼續持有著那個牌照 那個牌照上面純粹大家猜猜一下 純粹就是那個股 其實投資市場最極的一件事就是 股價由低位升了很多上來 兩成左右 接著你就覺得沒事 純粹就是那些消息 其實你說那個博彩法 整體而言最終通過上面 說明年才知道 所以你說現在的問題就是 市場又再害怕跌下來 但是我想你面對那個個案子 就有一點點像美團那樣的 無奈你有貨只能夠局錯 但是你說沒有貨的 不會突然間中的投賣 正如剛剛大安報告所說 不會建議在這些位置上爭取 你在升那段時間 大家是隔壁那個人衝擊沒事的時候 你衝過去買 可能會有敬起 但問題是現在當一些東西出現來的時候 竅買雙手 正觀旗變比較好一點 至於你有貨的怎麼算好 其實就是看你什麼位賣 就是你在說銀如金沙 跌下去最誇張的那段時間 剛剛出事那段時間你走去駁了 現在都未至於打回軟營 以那些低位來做止蝕 各位追了那怎麼算好 其實因為那個風險因素 就是那個政策風險從來都沒有淡化過 那些位置買得到你是預算了 隨時有機會撒下你的水瓶 只能夠局首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想回 如果你的目標純粹以追渣沽的心態 那就走了 炒其他東西的 但是如果你那個心態上你覺得始終都是沒事的 現在短線來說都是中介人上面 可能貴賓廳上面有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短線今天跌這麼多下來 可能都是定一些止蝕位 可能銀元就是40元 金沙的可能你說一些心理關系都是16元左右 這些水瓶你做止蝕位 你以選擇這樣的方式去搏 只能夠守 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看到沽壓上面 今天都應該充分反映到七七八八 但問題我們只是不知道 那些政策風險能不能夠淡化 所以短線的話就沒有貨 所以我不會建議這樣去追好賭鼓 有貨的就提心態 如果你純粹也是一間不足的市場 就是這些東西你變得很快的時候 你也是完全一萬多拍去逃走 這些辦法是很高難度去玩的 我覺得就短線 等它看定些的時候再去買 好